得不配位是对查尔斯这位国王最好的诠释了 很多人都疑惑 当年的查尔斯王子如此无能 为卡米拉蛊惑离婚 斯德如此不堪 而在卡米拉还是情人的时候 查尔斯曾对媒体表示 他是我最重要的朋友 是我的亲人 与精神之助 大家好 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 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 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 戴安娜王妃去世后 在逐渐把卡米拉转正的路上 王室也曾宣传说 卡米拉拥有有趣的灵魂 令人难得不喜爱 直至这次加冕 垂垂老矣的查尔斯 卡米拉夫妇二人 携手走向最高宝座 让许多排斥 讨厌卡米拉的吃瓜群众不禁怀疑 是不是我们真的错了 误会卡米拉了 别着急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这句话永远没错 这不 刚刚加冕完成 卡米拉已经露出了自己的狐狸尾巴 甚至加冕前 肆无忌惮的卡米拉和查尔斯之间 已经剑拔弩张 王室内部人员透露 夫妇俩已经多日没有友好交流了 加冕后 查尔斯 卡米拉至今未入驻白金汉宫 据杂志《威严》的主编英格利德报道 加冕后 卡米拉拒绝搬入白金汉宫 要知道 白金汉宫是英国历代国王和王后的住所 理应在加冕后立刻搬入 因为这不但是住所 更是国家威严的象征 历代君主 代客 办公都是在白金汉宫中进行的 卡米拉这个新任王后此举 被媒体解读为 在拒绝承担作为王室的职责 卡米拉认为 目前居住的克拉伦斯宫更幽静 更像当年查尔斯的海格洛夫别墅 她更喜欢那种放松的生活 要知道 当年查尔斯常去自己的海格洛夫别墅居住 还是和戴安娜婚姻存续期间 她常常以狩猎的名义独自过去 一次戴安娜王妃早上过去找她 却发现狼狈不堪的卡米拉出逃 一般由司机载着从海格洛夫别墅飞驰而出 有所察觉的戴安娜王妃冲向夫妇俩的主卧 却发现主卧的寝聚狼狈不堪 甚至有女人落下的衣物 查尔斯和卡米拉在那发生了什么 显而易见 看来 卡米拉王后不是多喜欢现在的住所 而是怀念那些见不得光的日子罢了 不敢忤逆卡米拉的国王查尔斯 只得一再拖延白金汉宫的装修进度 来给妻子的小脾气一个合理的解释 加冕后夫妇俩硝烟弥漫 卡米拉曾因哈里回王室出席加冕怒骂查尔斯 据王室内部人员说 卡米拉和查尔斯曾因是否邀请哈里回国 参加加冕典礼而爆发激烈的争吵 与其说是争吵 更不如说是单方面的不友善言与输出 作为一个父亲 无论儿子多么离经叛道 总是割舍不下的存在 查尔斯坚持邀请哈里一家回国出席加冕典礼 这也是一个老父亲的慈爱 对此 卡米拉强烈反对 理由是哈里夫妇已经选择离开王室 查尔斯这样逊私情 损害了英国王室在民众心中的地位 实际上 卡米拉耿耿于怀的是 哈里在备胎一书中多次表达对自己的不满 甚至称得上是对自己的谩骂 卡米拉认为如果邀请哈里回来 自己的人身安全可能会受到威胁 现在自己也是一辈子不会原谅哈里的浅薄与无知的 有分析认为 卡米拉此举更深层次是担心哈里和哥哥威廉和解后 同仇敌忾 自那次冲突后 查尔斯和卡米拉夫妇俩之间的气氛 大多数时间都不甚友好 知情人士还透露 目前查尔斯国王已对卡米拉的蛮横与支配欲 感到厌烦与无奈 但却无计可施 目前 国王查尔斯的境遇极差 身体在加冕重压之下受到严重损伤 双手肿胀不堪 颈椎病严重压迫神经 不知何时回归 后宅又是鸡飞狗跳 不得安宁 如此看来 真不知道查尔斯的国王位置能做到几何 另外近几个月来 哈里王子一直是媒体密切关注的对象 这要归功于他的回忆录备胎 Sphere和他参与的各种高调活动 虽然公众和媒体一直在密切关注他的一举一动 但他的行为似乎也在王室内部引起了紧张 据一位著名的王室专家称 安妮公主对他的侄子越来越没有耐心了 他最近的行为让王室深感不安 王室事务权威人士珍妮 邦德最近接受了 OK 杂志报道了王室内部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 他形容安妮公主是一个直接而坦率的人 很像他已故的母亲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女王以区分信息的能力而闻名 尽管安妮公主与他的侄子关系密切 但据报道 他被他最近的行为激怒了 珍妮 邦德相信安妮公主仍然会和他的侄子保持联系 即使他的行为让王室深感不安 然而 他也认为 两人之间的默契可能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挫败感 珍妮 邦德说 我敢肯定 安妮内心深处对哈里在他的母亲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也就是他的祖母的最后几年里 让他心烦意乱感到非常愤怒 他进一步解释说 虽然加冕典礼之后不是对抗的合适场合 但哈里王子和安妮公主之间的关系仍然会紧张 因为他的行为可能会给王室生育造成损害 安妮公主以其强烈的职业道德和对君主力限制的奉献而闻名 珍妮 邦德解释说 任何损害王室生育的事情都会让安妮公主非常生气 因为她不知疲倦地维护着王室的价值观和传统 值得注意的是 几个月来 哈里王子的行为在王室内部引起了争议和不安 他的回忆录于2023年1月出版 披露了一系列动摇王室礼仪的家庭内幕 在回忆录出版后 哈里王子参与了各种引人注目的活动 包括一部有争议的Netflix纪录片和一系列广为宣传的采访 虽然目前还不清楚是什么导致了安妮公主的沮丧 但很可能她的行为对王室的声誉和公众对君主制的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 作为王室的高级成员 哈里王子的行为受到密切关注 任何失误都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尽管如此 很明显安妮公主很重视她和侄子的关系 很可能会继续支持她作为皇室成员 珍妮邦德将安妮公主描述为一个直接而坦诚的人 她能够区分信息 这表明她能够抛开个人感情 履行作为王室成员的职责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 安妮公主和哈里王子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紧张 两人过去曾被看到亲切互动 在查尔斯国王的加冕典礼上 他们被看到在一起谈笑丰盛 然而珍妮邦德认为 这种亲和可能掩盖了更深层次的挫折和紧张 总的来说 很明显哈里王子最近的行为在王室内部引起了争议和不安 据报道 安妮公主的耐心正在耗尽 虽然目前还不清楚是什么导致了她的沮丧 但很可能是哈里王子的行为对王室的声誉 和公众对君主制的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 然而尽管如此 安妮公主重视她与侄子的关系 并可能继续支持她作为王室成员 随着王室的不断发展和变化 成员之间保持团结和相互支持的意识是很重要的 虽然分歧和紧张关系不可避免 但对于王室来说 共同努力维护王室的价值观和传统至关重要 正如安妮公主所表明的那样 为了履行王室成员的义务和责任 区分个人感情是可能的 最后 最重要的是君主制的声誉和公众对王室的看法 虽然每个成员可能有不同的观点和意见 但他们必须共同努力 确保君主制与英国和英联邦人民保持联系 随着王室下一代的继续成长和发展 很明显 他们的行为将对君主制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对他们来说 维护几个世纪以来 使君主制成为如此重要机构的价值观 和传统非常重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